做 方尘望着梦瑶火热的目光 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 有做过 他咋没有印象 但梦瑶并未回应他的话 而是直接凑了过去 稳住方尘 感受到唇间带来的甜蜜触感 方尘心旷神怡 他也不再客气 一手揽住细腰 一手放在梦瑶后脑 霸道地回应着 二人热吻片刻 梦瑶似乎感到不满足 抓住方尘的手 往自己前面一塞 柔软的触感 让方尘心神一震 暗到这丫头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开放了 难道是暗示自己 今夜把她给要了 尽管疑惑 但方尘可不会客气 柔情地回应着梦瑶的开放 就在她心神荡漾时 梦瑶交喘中 带有几分魅意的传音响起 方哥哥你轻点 现在老祖已经彻底关闭无感 我有事情跟你说一下 方尘心中一动 原来梦瑶如此大胆地举动 试想 他道 方哥哥 日后老祖必定会找上你 前往某处地方 到时你别拒绝 答应他 那或许会是我唯一夺回肉 身主权的机会 方尘文言心中一震 手忍不住用力 顿时梦瑶交喘一声 玉手捏住方尘腰间用力 轻点啊 不然不让你摸了 方尘慌张地说道 抱歉 我轻点 不过真的可以夺回身体的主权 梦瑶这才继续说道 他夺我肉身 记忆与我共享 而我的记忆不会 嗯 对于那处地方 我和他一样了解 嗯 所以知道 那里会是我夺回肉身主权的大好机会 而且 对方哥哥 你也有很大的帮助 方尘心中思索 应若道 我明白了 放心吧 那手可以放开了吗 还有另外一只手 又往哪里去呢 梦瑶娇羞地传音道 方尘见被发现 尴尬地收回了手 同时 二人的热闻也停了下来 但他还是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摸我老婆 梦瑶媚眼一瞪 却是更是显得风情万种 让人心中荡漾 他道 你这么熟练 不少对你那些未婚妻下手吧 没有 方尘自然不会承认 其他女人没有 那血盐呢 梦瑶笑而不语 那酒 好喝否 说起此事 方尘满脸黑线 你这丫头还敢说 有你这般坑夫君的吗 其他女人 都是怕自己夫君三妻四妾 你倒好 硬把我往其他女人身边推 梦瑶哥哥一笑 妖媚道 方哥哥太强了 我一个人可承受不住呢 你又调皮 方尘一瞪 好了好了 我知道错了 梦瑶吐了吐小香蛇 着实可爱 她道 血盐修炼的是独情道 而且 独的可是你 如果不促成你们二人 她这一生 只怕会郁郁寡花而死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又岂能看她如此 而且这是你师尊的安排 我也是 在听从你师尊的命令而已 方尘听闻很是无奈 也不知道这丫头是怎么想的 哎呀 我们就别聊这些了 要继续逛 还是继续梦瑶眉眼一眨 顿时再度牵动方尘心弦 方尘 将她抱入怀中 就在梦瑶以为 还要对她任何事 对方却只是紧紧抱住她 就好像 怕她会跑了一样 并未再有任何方子 梦瑶一正 见方尘面带笑容 也是微微一笑 二人就这般享受着此刻的寂静 不过片刻之后 梦瑶道 方哥哥 刚刚你捏我那里好痛吗 那我帮你揉揉 你又想吃我豆腐 那我不揉 我帮你吹吹 你还想 接下来几天 方尘并未闲下来 而是又夺五座洞天伏地 这才停下 而今日天交门入口 城门众人聚集 端木星要离开了 哥哥 你真的要离开 见端木星要走 端木白雪满脸不舍 他们兄妹从小一起到大 分开的日子很少 如今兄长远去 他自然是十分不舍 端木星笑道 妹妹 你已经长大 就该学会独立 何况有方兄在 我也放心了 不过 我不在你甜食可不能吃太多 尽管修饰体质问题不大 但还是得克制一二 说到最后 他的语气满是警告 端木白雪嘟着道 嗯嗯 知道了知道了 端木星望向方尘 道 方兄 这丫头就交给你了 方尘点头道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白雪的 端木星望向众人 拱手道 诸位 城门就交给你们了 众人一行礼 端木星也不再言语 不要告辞 端木白雪望着端木星离去的背影 不知为何有些不安 他喊道 哥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 端木星并未停下脚步 大笑道 待我天下闻命 便是我回归之时 妹妹放心 不会太久的 话音落 他已消失在天际之间 不知所踪 众人望着端木星离去的方向 久久不言 端木白雪眼眶有些红 方尘见此上前安慰 端木白雪 依偎在方尘怀中 不舍得望着端木星远去方向 方尘 你说 我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他问 方尘无言 尽管他不知端木星要去干嘛 但绝对是什么大事要做 他只能说道 白雪放心 你哥哥一定会安全回来 如果他有什么危险呢 他总感觉不安 但他已经劝过兄长许久 可端木星依旧一意孤行 那时起 端木白雪便知道他 必定是推演出了什么事 让他不得不亲自前往 方尘道 放心吧 端木兄如此聪慧 又岂会有事 但他还未有一话说出来 如果端木兄真的有事 他无论如何 也会前去救下对方 众人目送端木星离开后 这才回天交阁城门 而端木星一路向东 不知走了多少里 当到一处荒山时 他这才停下脚步 道 不用再藏着了 可以出来了 哥哥 端木道友推演一道 真是越来越了得 我都没告诉你位置 便已经被你给算到了 一道声音响起 一位虚弱的男子 从荒山中走出 他的声音虚弱无比 有气无力 感觉随时会毙命般 如果王金福在这里 必定会震惊发现 眼前之人 乃是他那虚王兄长 王六福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如果不是你故意 我又岂能够找到你的位置 端木星淡淡说道 既然我已经将金福 安排到方尘身边 那就该轮到 你还这个人情了 王六福神色复杂地 望着端木星道 为了一个方尘 值得吗 此次鼎欲一行 只怕你实死无生 端木星没有丝毫犹豫 道 这不仅是因为方尘 更是为了白雪和人族 你就这般相信 他是天命人 当我们人族征鼎时 出现了多少天命人 神魔天尊 问天歌 天阳子 皆是惨死下场 在人族太过耀眼 只会是殒命的份 方尘在天交阁的 所作所为 我可是略闻一二 如此耀眼 只怕是要步入 这些天交后尘 他如果和方星空 这般低调 或许还能够逃过一劫 王六福道 端木星文言 却是不以为意 道 隐忍 确实是最安全 也是最稳妥的一条路 但现在留给人族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继续隐忍成长 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不迅速变强 真到决战之时 他们也就起不到太多作用 听到这话 王六福神色也浓重起来 端木星推演之道 多强他十分清楚 既然说人族大战即将开始 那必定快要开始了 但他还是不解 问 那你应该选择方家方星空才对 纵然方星石 现在只是二品官 但你是第一大臣 而方星空的天赋 更是不言而喻 说是人尽第一 也并不为过 不管是天赋 背景等等他 皆是不二人选 为何不选他 胜算更大 方星空 端木星道 他确实很不错 但自从我知道 方尘经历的种种之后 我觉得 方尘更值得我选择 尽管他现在不及方星空 但日后 可就不一定了 而且 他望着王六福 道 你让王金福靠近方尘 不也是把宝压在方尘身上吗 王六福淡淡说道 我可不是将宝压在方尘身上 只是他气韵惊人 正好可以冲冲金福那憨憨的晦气 利用方尘的气韵 为金福开道 你们王家隐忍这么久 终于是要出手了 端木星道 王六福淡然一笑 什么叫终于要出手了 我们王家只是在等罢了 说到这的时候 他离端木星近在咫尺 不过 我要跟你说一声抱歉 让你就等了 王六福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 端木星满脸黑线 道 你可不可以别用这样子 很恶心知道不 王六福忘了一下自己 道 这样貌我已经用了数十年了 哪里恶心了 不过装了那么久 确实是该恢复真身了 毕竟前往鼎域 可不能再用王六福的身份了 他周身灵光转动 身形与服饰 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待灵光消散 一位美人出现在端木星的面前 美人身上裹着一段揉纱 横缠在苏兄前 呼吸间 风满苏兄波荡起伏 隐隐不足以握的小蛮腰 轻轻扭动 顺着目光望去 凹凸有致的身段下 迷人的臀伴 在美人眼前时影时现 说不出的诱惑 端木星神色复杂地望着眼前美人 道 世人皆不知 王家第一子 其实是一位女子 装作男人的这些岁月 很苦吧 美人文言却是不以为意 道 道也不会 女人身上都是香的 一开始或许感到不是 但后来就慢慢喜欢上了 可惜我并非真正男儿身 否则的话 相信那种感觉 一定很舒服 想着时 他目光忍不住 往端木星双腿肩望去 端木星直接别过身 干渴道 好了 该出发了 美人眼嘴一笑 道 等等 我还没有名字呢 既然要去顶玉 可不能再姓王了 端木星想了想 道 那和我姓吧 不要 美人不愿 道 跟你姓 那不就成你妹妹了 我不要 我要做你道理 你可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看过我女儿身的人 我这辈子可认定你了 端木星文言很是无奈 但此次顶玉之行 还需要眼前之人的帮助 只能道 既然如此 那就姓方吧 叫方雅吧 方 方辰 你和他倒是兄弟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二人 都有龙阳之好吗 美人冷哼 很明显是吃醋了 端木星很是无奈 不耐烦道 爱要不要 要要要 美人连忙道 方雅 也还行 挺好听的 二人不再继续停留 向着顶玉方向而去 不仅他们要离开 方辰也准备离开 前往神魔天尊的洞天福地 当然 对外传言则是必长官 不过他也没有打算 就这般离开 在离开之前 他必须要杀一人 那人正式杀上公 之前抵达秦城 对方处处针对自己 哪怕之后 自己教训并警告对方 对方依旧对自己抱有杀意 留着这般后患 方辰要离开 可并不放心 至于武圣刚这些家伙 在寒若山实在太难解决 只能等回来之后再处理了 于是 待夜色降临 方辰对着夏林道 该走了 此次出门 依旧要带着金蛋和夏林 没办法 夏林的鼻子确实很好用 有他和文宝林 此次之行也会顺利许多 一人两兽进入伏地龙中 方辰从怀中拿出一张福禄 无影福禄是他之前所得 可以隐瞒林海静的探查一炷香的时间 当然此宝用于沙上公身上有些浪费 拿出来也只是防备一二而已 握住福禄 他悄无声息地离开尘门 以他如今的精神力 除非是林海静巅峰强者 否则只要锁定 他就一定能够感知到 方辰一路小心翼翼 避开繁杂之地 很快他便抵达一座山峰前 这正是曹门的阵营 而沙上公加入的也正是曹门 望着防守宽松的曹门 方辰并不意外 毕竟天交阁的规矩在那 又有林海静大能坐镇 谁能想到 有人会在这般情况下 暗杀同门 挑衅天交阁的威严 旁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